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雪猴 多年以前,我曾冒着飞飞细雨,成都牧州过江 上岸,走进大峡谷,天已经黑了 吃把饭,边防军连长有些神秘地对我说 不久会有可爱的小朋友给你送礼物 送礼物?谁呢?我想一定是哪个孩子 边防哨所从来没有上所插门的习惯 敞着门,我睡得甜极了 第二天醒来,朦胧中听到一点响动 睁眼看,见桌子上多了一小把香蕉 忙起身追出去,见是一只毛色鲜亮的猴子 回头看了我一眼,还点点头,转过屋角 闪进丛林,窜到树上消失了 这就是雪猴,与普通猴子的最大区别是躯体较为高大 鼻孔高傲地翻向天空 他们是边防军人的好朋友 见了穿军装的人就显得非常高兴 如果来了新客人,就会热情地送上一点森林中的礼物 我的窗前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这就是雪猴的乐园 几天下来我发现,雪猴和边防军人相处的是那么友好 清早,嘹亮的号音搬来晨光,军人出操了 树林里,雪猴也按号音起身,攀枝欢跳,飞升月林,开始做早操 军人到哨所旁边,吸水盘,洗脸刷牙 猴也一起用到水边,用爪子捧水摸摸脸 把脚趾伸到嘴里滔滔,那神态像是很认真 军人在场上操练,猴就蹲在枝头棺上 有时,还咧嘴呲牙的狂叫,仿佛为军人鼓劲叫好 兴致来了,他们还会跳到地上,在一旁模仿 一次,一个新战士从单杠上摔下来,首先奔上去的竟是猴 他们把那个战士围得严严实实,又蹦又跳 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关切和同情 战士们上课,他们也会不远不近地学着战士们 席地而坐,凝神听讲,只有身上不舒服时,才用爪子骚一骚 一次,有人陪我到山下战士里去采访 归来时,我们在一片青草地上休息聊天 突然,猴王带领他的部下,把我们团团围住 他们有的把头捶得很低,有的用爪子紧捂朝天鼻 有的甚至把鼻孔抵在肚子上 他们左蹦又跳,扯着嗓子乱叫 我正大惑不解释,有人忙拉我快走 他说,这里气候变化莫测 常常一个时辰,就可以出现阴晴雨雪 冰雹风霜多种天气 雪猴对这里气候最敏感 刚才,他们是向我们预报有大雨,催我们快走 果然,我们刚回到哨所,就下起暴雨 雨中还下着冰雹 离开大峡谷哨所时,我才更加明白 为什么战士服役欺满,不止与部队难以割舍 还舍不得那些雪猴